各位同学们大家欢迎 现在是下午2点35分 那今天大盘上涨5点5点 那最低点又来到了跌104点 跟上个礼拜五的走势 几乎是一模一样 开平往下刹 然后再往上拉 那上个礼拜五呢 货柜山雄非常的弱 那今天货柜观众又涨起来了 那货柜山雄 为什么成交量还是能够这么大 我今天用一个相对比较的 告诉各位货柜山雄 到底真正的背后那一只黑手 到底是谁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买在货柜山雄 在这一块呢 很痛苦很痛苦 那这个大盘呢 目前的看法来讲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 马上为各位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涨了5.5点 涨了5.5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盘呢 成交量呢 就是2266亿 3000亿来讲 一直没办法站上去 那你没有看到3000以上的量能来讲的话 16940也没有办法有效的站上 那16940没有办法有效站上来讲的话 那这就是中轴2的16940 你看这受制于这条线 一直都没办法站稳 那这条三天来讲的话 没办法站稳的话 这个ABC的中线的空方还是存在的 上礼拜我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说 短线趋势能够是往上涨 但是呢 上涨力道不足 我从KD 从MACD跟各位朋友做解析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操作难度真的很高 那你要买怎样的股票 就是买那种跌得很深的 那突然爆量藏红的那种个股 比如说4968的利基 这都是我们会员有的股票 你看今天就要涨平板了 上个礼拜五也跟你介绍这张个股 有没有 跌得够深 你就有机会 有没有 你看还是从688跌下来 够深吧 最低跌到206块 你说你这里开始涨 你不知道吗 你也不会想去买它 对不对 但是这一根突然藏红出来 但是要伴随着它有一些消息面 但是有些个股是没有消息面的 是没有消息面的 你看 上个礼拜有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这是我们会员手上的个股 那6279你看这个 这一档 胡莲 这一根的时候上涨 我有跟各位报告吗 说是这样 我们手上有的个股 对不对 你看这边来讲 藏红 有没有 我说个股要大涨 在底部期涨的 你只要能够看到一根藏红 你跟人家藏红 你看去买 你看这三天 今天又快 又藏红 当然它股息没有像利基那么强 利基是两天能够持续往上涨 这就是现在你在操作上 可以参考的一个模式 跌得很深的个股 你去找每天 整个去看盘前 就是9点开盘以后到9点半 你去搜索 那个涨红 能够超过3%到5%的 但重点就是说 它如果说半岁有些消息面 是最好 你像利基 好你看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利基 你看利基 这里 你看这是我们上礼拜五的 对不对 244到245 244到今天为止 两天已经赚了快15%了 15%了 100万赚15万左右 那你看 整个过程你看 这个你看营收也够烂吧 即衰退40% 第三季跟第二季衰退40% 但是没有关系 你看它这里 5毫米波 具备毫米波的技术了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让股票有种炒作的题材在呢 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 再看到我知道那个利基在底部我就在留意了 我就看它留意了 但我不是一开盘就去买 我只要涨到看它涨到快4%5%我才敢买 因为4%5%你更肯定说 它接下来这里来涨 有人要进去了 走一个投机行情 好 所以你看我们买了以后呢 你看 这是买了以后 对不对 你看这是 当天现买现站掌听板 隔天又再掌听板 今天 今天又掌听板 这10月25号 再度攻上涨听板 我们手中持股续报 这是一个模式 我要跟各位同学 现在来讲就是以操作模式为主 讲基本面的东西只是相对呼应而已 因为基本面好的股票会大涨吗 不一定 那如果今天会大涨的话 今天2303台积电 那个联电会怎么不大涨 你说今天还敢开办还跌 最低到573收594 对不对 今天报纸升量很大 你看今天报纸升量蛮大的 好看一下今天的讯息 对不对 晶圆代工 加明年全涨 其实这个讯息 经济日报上个 电子时报上个礼拜就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也是没涨 今天看到工商直报 放到头版 我看一下会不会涨 我一开盘又往下跌 对不对 他讲的都是真的 我们讲联电 第一季预估10% 好那主季调整 第四季还是会涨嘛 还是会涨 那你联电当然这里可以留意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联电 2303 2303 这波他在涨是涨那边 是涨那滑溯之后开始大涨 对不对 特别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好那第二季开完滑溯以后 公高他上半年的整个状况 股价开始摔 开始往上倒 跳过又开始往上倒 有没有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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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里 好这里 然后摔下来又往上涨 哦 这里 这一波 最高到72块 72块 外资看119啦 看90啦 写了一大堆 对有没有 好那 联电来讲 来我们看一下联电 联电是在10月 我看一下 这比较重要这几次的哈 好 联电是这礼拜了 这里27号 这里27号 27号开滑溯 这礼拜的滑溯 27号 那 联电这里来讲的话 变成说 如果说第三季 比大家预期的还好 现在大家预期 毛利已经35% 你不能低于35 35股价会跌 好 那外资这边已经卖够多了吧 你看外资这里 卖够多了吧 你从这里 从这里开始算 我大概算了一下 快了 卖来快65万张到70万张之间 好 所以从这里来讲 好 所以现在联电来讲 你短信要不要注意 可以留意 但是 你联电这个量能涨得上去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不可能 好 不可能 好 所以说其实技术面还是最重要 只是说 在目前的状况下 你很多你要掌握掉一些讯息 要提前掌握放在心里面 就像你每天认真的看一些讯息 报纸一样 当然我的会员 就是我帮他看了 帮他看 然后觉得 不错的 然后盘中跟股价区呼应来讲 代表操作 用这样的活力 这你看那个 利基就是一个很好的活力的一个模式 一个模式 那这种故事 就是说你现在买这种个股来讲 对于说 真的买不对的话 你听准就好了 至少他不是高档 不然突然说突然在高档的个股 那阻力一下子杀给你 对不对 你就比较不会怕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模式 那这个礼拜 像连电 当然你可以留意 但是所谓的留意是 你不是看到说 基本面很好去买 会员基本面现在好的股票一大堆 真的 真的 所谓的什么叫基本面好 就是这样 本益比低 是过去的观念 对不对 我才讲这样的观念 本益比现在跟今年的获利比 那是过去的 现在来讲第三季财报出来以后 第四季就法人的观点 第四季其实大家不会太看第四季 股价会涨的都是在看明年 或是一个产业的大趋势 比如说今天来讲的话 最强的应该是这个族群吧 对不对 美其马 康普 中碳聚合 这做什么 做电池嘛 那今天为什么全部都大涨 特色到创立是高点 那很奇怪 老师 那你都说特色啦 这有什么这不去 有啦 茂年还是有涨啊 还是有涨 整个趋势还是往上的 1536 也是在这里而已 没量啊 对不对 为什么就是涨这些 为什么涨这四档 这四档特别强啊 对不对 尤其这两档电池的特别强 这两个是做正级的 美其马卡布做正级的 中碳是做副极材料的 聚合来讲是做那个里面的这个 那个什么 电池里面的一个一个 反正就像电解液啊 好电解液的东西 那你想为什么这四档最强 本一点很高哦 你看美其马上半年才赚1.88 康普才赚2.14 中碳才赚2.26 股价已经涨了多少 我们讲14739 你看 今天从高点 你看直接就冲过去 有没有 啊这个 这种先行就不能再下来 哦 这种先不能再下来 他发CV 他发现真 哦 这样子 你看 所以有发CV的 那股票比较会涨 哦 股价会涨 今天他估4块多而已啊 明天估到5块多而已啊 那至少他能够赚钱啊 那红达店这种股票都能涨 你说他涨有没有过分 对不对 股价的公司都能涨到53块了 我赚钱的公司 我涨到 你看3707 和蕾 今年还赚不到5毛钱 也可以涨到135啊 啊我 4739 我至少我赚到5块钱啊 所以我今天涨140也不过分嘛 好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 一个长线产业看好的 好 长线产业看好 而且 他的稀少性是有的 像电池的稀少性算是有的 好 这是一个会长的族群 好 这是一个会长的族群 但是这种族群你要会去想象他 好 你要去想象他 而且你要比较敢做一点啊 因为他这种个股 他至少以康普来讲的话 你看他这里这个线型是4个月的整理的突破 好 这是个4个月高点整理的高点的一个突破 啊你说你这种各部你当然可以做啊 啊你如果说这里来讲的话 你如果明天追高 你这一根的红可以看一半就先走就好 现在的操作来讲啊 你只能去 赌他股价会不会向上 强势股还能够向上 那你要赌这种康普的 还是要你股 你要赌的4 5 利基这种 4 5 6 8 不对 我们看一下 利基 4 9 6 8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强势股吗 只是他在低档 啊这种低档来讲 然后他说啊这个来讲上面有很多压力啊 对不对 这是一个想法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4G39来讲的话 哇这边突破上面都没有压力了 但是这没有压力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人在这边获利的卖压倒给你 你这里都没有买了 这里都没有你等你突破的时候 所以说在整个以目前啊 以目前这种2260 在整个操作的过程 其实你就是在玩投机而已 但是这个投机来讲 你能不能获利 可以 你找对的模式 然后不对的时候 你的停利 停损点 跑的比别人都快这样就好 好这样 因为资金还是有人在做 好还是有人在做 还是有人在玩 好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模式 从康普跟利基来讲 以现在的盘面上不同的模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要跟你讲 货柜三雄 好 各位三雄 来我们看一下阳明 我先慢慢跟你解释 你看阳明上个礼拜有外资大卖 我想大家都一定很上心 完蛋了 哇 外资卖一万八千多张 然后杀到八十四块六 有没有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又要破底要往下跌了 那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 礼拜六礼拜天 LINE的各方面来讲 都很多人都在问 老师 你不是很看好 为什么他一直在跌啊 他一直在跌啊 对不对 那人手 现在台湾的散户朋友 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神手都多少少 几张 阳明长龙 几张一定都有 都有 那因为都有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他 对 那昨天又要再破底他 可是还要死 但是我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跟各位报告说 你要注意什么 你要看SCFI的指数 SCFI SCFI只是每周五会报价 好 我们看一下SCFI的指数 上周五的报价多少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在这里 好 很多东西你在操作 你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心里面有个底 这个底在怎么看 就是说 你看这两个股的基本面 基本面 当然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大趋势 技术面是个短线的 但是你现在是套牢的 你现在套牢的 你要怎么去看你这张个股 我用这个字 让你解释你会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上海出口集装箱云架之数 你要注意要讲上海出口 他有另外一个指数很像 这两个字不一样 现在报价是三千多点 那个叫我说 不知道 我忘了啦 我在看 因为上个礼拜工商时报 把另外一个指数值到这个指数 误导大家说这个指数 会从4500点跌到3300点 那记者真的是玩八蛋 我讲实在话 你真的记者是玩八蛋 因为不同的指数 他是拿A指数去放在B指数 结果是不同指数 他数值给他拿去比较 所以造成上个礼拜 那个报纸上一个大家的恐慌 你懂吗 结果他真正的报价是在这边 你看跌多少 跌4点多点 那4点多点来讲 你看哦 就今年 这一个月才跌0.15 好 这一周是跌1.15 这一个月来才跌1.37 这一个多月来台北股市的 整个航运股跌多少 跌了快30% 货贵上这一个月算出来快跌30% 对不对 常常从140跌到最低80几块 没有跌30% 30% 结果你看这个指数才跌1%而已 那今年来讲的话 今年涨两倍 今年涨59倍 今年以来 那以一年往前算的话 这一年往前算是涨了212倍 212% 这两倍 好 所以投资本你要看上海出口计算量指数 每个礼拜五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你才会看得到这个 新闻才看得到 每个礼拜就报价一次而已 好 报价一次而已 那 所以说你说人家说基本面 你说其实货柜基本面不会太差 真的是没骗你啊 对不对 哪有骗你 没有啊 那股价为什么跌成这个样子 大家都在纳闷的 股价为什么跌成这样子 对不对 那如果我之前也跟各位报告了 如果说这个货柜 它能够报价来 这是法人上面算法 平均 2020年 它的平均是全部平均 联平均 只要能够3500点以上 EPS可以达40到45元 这是40到4050元 是今年 这个3500点是今年的基础 今年啊 以今年啊 以今年来看 今年货柜山雄 旺海 长龙 阳明 今年的获利大概是40到50 今天鸿远出了一篇最新的报告 阳明 明年看到50块 明年看到50 那目的大家看376 但是我讲这些大家都不相信 真的讲不相信 我觉得不相信看376 我真的不相信 不可能涨那么多 但是这个50块的EPS 我是80%我是相信 以我目前所得到的所谓的 所谓的资讯 我的推估啦 这50块是可以信的 但是EPS50块 那股价到底怎么涨 我没有把握告诉你 所以说第一点 你可以认清的一点 就是说 以现在来讲 假设我和投资朋友 都是套牢 都套牢 不要跟我讲 你现在说货柜你是赚钱的 大家都套牢之下 你也套牢 大家也套牢之下 大家都很紧张 股票它会再往下破底 但是目前我所掌握的 我第一个很清楚 跟各位都有报告说 明年就长龙阳明 旺海来讲的话 现在明年跟今年的获利 至少 已经越来越多法人看法 就是说 看法是乐观的 我说的乐观 就是不会衰退 就是衰退 至少就是持平 好就是持平 但股价会怎么反应 我不敢跟你讲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股价 是掌握在 我们台湾的主力的手上 不是法人 不是外资 你去看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 纯技术面就好了 你看这一波 底下的过程 外资其实整个是 是站在买方的 股价有涨吗 没有 对不对 不然外资以前做 这样买的话 怎么不会涨 你看外资是整个是买的 它在上个礼拜 我原本算是卖多的 你看长龙也是一样 你看这段期间 外资又买上去吗 没有啊 投信根本不用看 投信这波哥里面进场 投信都还在卖 这一档法人是做最多的 那外资三档都有做 投信大概只做长龙而已 三档其实都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买长龙而已 所以你看得出来 很清楚是什么 投信外资都在买 还是买不上去啊 还是买不上去啊 那你再看这一波 我这个在节目上 你看这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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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这里 你看你去算这里 这里 外资其实买卖差不多 你去算就知道 从这里开始 从这边开始 这个是五月份 SARS以后 突然杀完以后 你看连续长长这么大波 这里 这一波 好这一波 我常跟各位投资有报告说 你看这一波 蛋盘为什么会涨 因为货币商量在大涨 这波蛋盘为什么涨不上去 因为货币商量涨不上去 反而再往下拉扯 那因为拉扯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在这三档个股来讲 钱都丢在这里面了 所以说量为什么出不来云 也在这里 我干嘛去停损去买别的股 买别的股票 不用了 就等就好了 我的观念也是这样 你现在有这些个股来 你去买别的个股 你也不一定会赚到多少钱 但是这些个股来讲 只要 要开始往上大涨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要回来是很快的 它能够 同样的资本也没有变嘛 你说现在我们来探讨它的量 来 你说常常每天都是十几万张 你看又从十三万张到二十万张 你说这个容易吗 现在才两千多亿而已 不容易 这些东西啊 投资朋友 代表有大人在里面啊 这个大人不是投信 不是外资啊 是我们国内的你看不出的那只手啊 我们通给他定义说是主力就好了啦 这个大主力好不好 上一桌赚了那么大的一波 他只要认定明年的获利不会衰退的话 杀到这里 但我不晓得他要什么时候启动 只要这个前提存在的话 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再做外婆 不然他吃饭最容易 我每天都在里面 你说这二十万张的量 都是我们一边投资朋友在那边玩出来的嘛 你相信吗 我才不相信 你说当冲五十趴六十趴 都是一般投资 现在投资人看到货币三荣 烦都烦死了 还有那么认真去玩当冲吗 我才不相信 大家根本就放弃了好不好 我接触的我讲实在话 我十个九个根本就不想玩了 大家都是看而已啊 每天说当季会不会再往下跌而已 你说他每天很认真去做当冲 真笑不可能啊 没有啦 所以说现在来讲还能够量这么大 你说老师 长荣你别这样说 长荣你怎么这么多 我五百二十九亿 五百二十九亿 那全家人二十万张合理啊 我听你在讲 你如果这样想 你看 鸿海 底液一千三百八十六亿 成交量多少 两万张 台塑 六百三十六亿 成交量多少 一万一千多张 我们看第一家长股 友达 友达过大了 九百六十而已 成交量也才十 今天成交多少 三万张啊 看到没有 三万张啊 但是你看二六零三 你看他的成交量 他几乎 基本 他现在量能够跑来跑去 有没有 但是你看哦 二十万张 十三万张 九万张 十万张 十三万张 二十七万张 十四万张 十九万张 二十五万张 十四万张 你看到基本都已经有十万张以上 几乎都四五万张以上啊 二十万张比较多 有没有 有没有 都在二十 你看又回到二十万张了 那我请问投资票 而且 不是长农哦 雅明哦 不少哦 而且今天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雅明涨五点一七趴 长农涨六点八三趴 望海涨多少 三点二七 我要给你看什么 过去这三档股票在涨的时候 都说望海先拉 望海已经涨得比 长农跟雅明快 但是今天不一样哦 今天长农 雅明涨得比望海多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点诡异的 在转呢 不知道啦 我直接跟这个线上 跟各位报告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他的成价量大 是什么 就是有 阻力在里面祸 所以这一波 为什么能够这样杀你的原因 你若遇到阻力 他就是狠狠 我讲是难听一点 你看这一波在涨的时候 涨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对不对 跌也可以跌到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前提来讲的话 他拉这一波 你可以说他是提前反映了 今年的整个涨幅 我觉得合理 你可以这样解释 你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如果说明年的获利 如果真的如宏远的这样估 真的估算出来的话 我才不相信这个阻力 不会重新来做一次 只是他在做的前提的之前之下 他要不要先杀你 杀到你 真的 对这三男股票 一点信心也没有 杀到你睡不着觉 而且这一次来讲 他从这一波杀完以后 整理完再杀一波 有没有 然后这里连续跌完以后 大家觉得说 啊这里已经安心了 又杀这一波 杀了三波下来了 几乎都到连线啊 今年的很多股票 你真的不杀到连线 真的还不停止啊 真的还不停止啊 那你今天来讲 你看哦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是 VDI跟VCI 你看昨天跌10% 从10700点可以直接跌到现在的6200点 跌了40几% 但是你看货柜多稳 根本就没有跌 这个一个月才跌1%多啊 才跌1%多啊 那我请问同志朋友 谁比较稳定 货柜 你看货柜根本的报价没有跌啊 股价跌了60几% 你看这三个月哦 你看人家三个六个月 六个月也涨了六五六十几% 有没有 五十几% 你看三个月也涨11% 而且我们的股票三个月跌六十几% 这为什么 你说这我还用基本面吗 讲到不可能的事情 讲到这里有点那个 应该讲说就是主力刻意杀盘啊 他赚完以后 他剩下一些筹码就可以冠一直冠一直灌 冠到你没信心 然后换一些假消息 换一些消息啦 讲实在话 然后张关离贷啦 把你都吓都吓得要死啊 因为讲到他赚那么多钱 我就拿钱给记者 叫你写什么就给我写什么 我叫你把利空 你写成利多 你也给我写 利多写成利空也给我写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货柜三雄 绝对是台北股市 能不能往上涨的 最重要的信心指标 我讲的是信心指标 它能够往上涨 台北股市绝对是一飞冲天 会重来五月份那次的行情 它如果不涨 很多的个股 你只能个别表现 比如电池 你抓到电池只能够赚钱 或者说 那整体来讲 因为很多股票跌得很深 但是跌得很深的个股 你要玩可以 但是一定要看到量 那就技术面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 技术面来讲 我们讲长荣 这一根 我跟你讲也不用太兴奋 我讲难听一点 看到这一根 这也是一根啊 对不对 背这吧 这一根都没有意义 你要看这个中线的底部来讲的话 这个都不是没有意义 因为第一根 这一根没有涨停板 今天算不错 今天你看涨了6.83 但是它没有涨停 就不行 对不对 你看 4968 你看它为什么今天那么涨 你看昨天 礼拜我这根是涨停的 你看今天涨停 量有没有增加 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底部的出现 就是这样的股票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没有 所以你看长荣一样 好 那你今天说长荣 老师没有涨停 我怎么看 跟你讲 红三兵 但是在红三兵的过程当中 今天的量 明天如果再一个红K 明天的量一定要大于它 然后再一天 礼拜三 再能够长个红三K 第三天的量 又要比第二天跟比第一天的量 这样 这个成立 我跟你讲 底部就出来了 你中线要买了就进场了 你不用去管 那当然你说你红三兵以后 你进场 你停损就要做好 可是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确定它中线底部 你要就跟它赌吧 赌 我跟你讲 基本会成立嘛 阻力人家进来了嘛 对不对 你要 你要 摊的 你要 你要平的 就是说你可能买在130 140的 你要 你要摊的 这里就可以进场了 这就不是摸底了 这已经底部确立了 你要准备要进场 但是你在进场的第二个部位 我会讲你原来的部位 假设你原来要10张 你要再有钱再买10张 你这后面 这个10张你就会贴 你前面的10张赔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 反正就基本没想去弄 但是如果说后面这10张 你还是要会做停损 你这样去操作 这样去操作 所以整体来讲后柜这一波 我觉得应该会再走一波 我 我是蛮肯定的 当然 事事难料 或者是这样说 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代表市场的看法 所以原则上其实操作上 我是觉得 你想的不是市场想的 你要赚钱还是要往市场想的去那边 这个蛮重要的 这种观念蛮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带会员操作大概就这样子 市场想什么 我们就来做什么 这样子就好了 如果我们做的跟市场的不一样 我们就把停损做好 这样就好了 那停损大概就抓到7% 什么7% 错了就错了 但是对的时候呢 就可以赚钱了 这样立即 这样忽略 结果涨了很多 就涨了很多 就是大概就这样操作 这样操作 这样子也没什么压力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要会做停损 所以说这个盘面上 很多人就是说 因为其实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真的是在一个停损停力 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 因为你才能保有你的弹性 但大多头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停损停力 还是存在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赚钱 你到你要赚多少 多头就赚的比较多 你空头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要跑快一点 但赚 中的几率就相对比较低 就是说你买到股票 赚钱的几率就是低 就差在这里而已 所以说这里 就是说真的 除非说你很热衷股票 那你真的是专业的 很专业的在操作 那你现在当然还可以做 那你如果你是业余的 只是一个破断投资者的话 那你当然 你说买这种 所谓的低本益比的工作 那什么叫低呢 因为我不晓得 什么叫低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国具啊 你看跌到这里是不是低 对啊 我就觉得也是低啊 那股票你看 外资不是调降吗 你看他这里来讲 也是有点跌不下去 然后费动银件上上起来啦 问题是他在涨的过程中 一个没量啊 你看这他在这一波 在涨的过程中 有点像四九六八 有没有 在这一波涨的一样 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一模一样 你当然你钱很多的 你可以买进去等啊 但是你是钱你要是一把就要中的你就只能去喷拼这一根才对啊 拼这一根才对啊 因为你说你说你买了你慢慢涨慢慢涨 你啊他不用那边涨 还不是在那边晃晃晃晃晃 你的资金效应就没有那么高 除你钱很多 你有几亿的你可以慢慢买的 但你可以啊像巴威特一样 巴威特你看在人家大天阿里的时候他就去买阿里啦 阿里他最近涨了一种你看泰国赚钱了 我说他不怕你好啊 他觉得阿里是个好公司 得到这里我价值投资来我就买而已嘛 所以国际来讲就是说 你现在来讲一定是可以买的啦 价值投资绝对是可以买的啦 但是你钱有人比较多 你看有钱包的比较多 你想这个要过来他吧 你才有帮我做这些动作吧 那你如果只是几百万几千万在做的话 你都是要进去你就要去堵他是对的嘛 他就冲上去的吧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我在那边去去去去去 你说底部你这里也像有点像底部啊 到后面还不再跌这一波下来 对啊你说这里是不是超跌 这里已经算超跌了 这里再给你跌一次啊 所以技术面的整个的确立来讲 一定有个长虹 一个带量长虹 就像6279 对不对 你看那叠是这样子 叠成这样子 有没有 你看这一根 是不是带量长虹 对不对 然后整理三天 你看今天又是一个带量长虹 你这这比较确认啊 这底部的确认 就是跟各位同学做参考 那现在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 大西坡下面的 迷波反弹 16940 三天没站上去还是这个观念 那整个说跌的够深的 用投析性的操作 就可以了 好 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那另外来讲 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我想参加会员的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这个新视窗 会看到我们 那入会的跟这个持股的整个 网址 按进去会看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好吗 你把姓名电话号码 持股名字带要写好 那要入会的有三个方案 让你选择 按提交 服务这边就跟你做联络 那另外你也可以用LINE的部分 加入LINE跟我们做活动也可以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赚钱 回家平安身体平健康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金氏 转发 订阅 鸡腾 转发 打赏 鸡腾 小伙传